在底下讲 今极乐人民 所谓 圣文 能源知无数佛国 做无量佛死 度无边众生 习恋称佛 正是大菩萨的现金 其能视为一般圣文 是所谓之圣文的 这些圣文 皆以发菩萨之大行 行菩萨之大行 去无上之大苦 其实正如悲华所为 传世菩萨也 这个要知道 要清楚 你要不知道 你对极乐世界 那种 向往的心 求生的心 求清静 阿弥陀佛的心 生不出来 必须知道他的好处 他的功德 他的利益 真正是无量 无边际 没有任何一个佛察 没有任何一尊佛 能跟极乐世界相比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祝福赞叹阿弥陀佛 为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多少菩萨 想求这个法门 怎么能叫我 很快就起初 就能证得 证得 找不到我 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遇到了 遇到之后啊 你想在一生当中成就 你一定要学 海贤老人 为什么呢 他很单纯 就艳门深入 一句弥陀念到底 念了92年 不怪完了 他念到什么程度 他念到 大切大物 明星期限 我跟大家 讲得很清楚啊 那专一 这个功德 不可思议 老祖宗教我们的 求许 无论事发不发 也闷深入 常识迅修 也闷了 多数千遍 其以自见 自见就是开悟 大切大物 要阴门 要专业 才能大切大物 才能明星前行 见了心 所有经 全通了 不但释迦49年经 你全通了 摄放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无量皆所设的一切见 你也劝通了 没张开 为什么 一切法不离自信 只要抓到自信 全抓到了 就这么个道理 那别人跟我讲什么 好 我赞叹 我决定不许 我只许这一本 老师传口的 我相信老师 你要学多了 学砸了 背识叛道 错了 所以我曾经 说过 大家反对回去吧 我不能反对 为什么 老师传个问题 我相信老师 不会害我 相信老师 爱我 所以我不会背弃老师 全世界人都不相信 我相信 没有人肯修 我一个人修 我们既然 拜了老师 还违背老师 不听老师的话 这就是背识叛道 背识叛道 国报不好 成就很难 这一老师的真诚 公信心 没有了 现在 遇到一个好老师 不容易 好老师 遇到一个真正 一教风险 不背识叛道的 也不容易找 很难找到 真找到一个 法就穿下去了 好像 接力赛炮一样 这帮子 有人接上去 都不好找 交帮的人不好找 接帮的人也不好找 那可是 发真诚心 就会遇到 阿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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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